刘二柱伸出手去 啪 啪 啪扣了三下门环 院里没有动静 他又扣了三下 依然寂静无声 他挥过头看袁老板 目光里透出问询之意 袁老板在门板上累了一拳 骂骂咧咧地说道 都快晌午了 这婆娘插上门做什么 说着冲伙计们一摆手 跟我来 众人绕到大门右边的院墙前 袁老板让绑大要员的刘二柱蹲下 他踩着刘二柱的肩膀爬上墙头 攀着墙边的大枣树翻进了院子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三个伙计站在门口说话 正说着 就听哐当一声 大门开了 一个青年男子一关不整地从里面冲出来 见了他们也不停留 一溜烟地跑了 这时院子里传来袁老板的喊声 快来人 杀人了 三个人冲进屋一看 只见床上一片血迹 袁老板的妻子红氏倒在血泊里 袁老板大声叫道 出人命了 快去报官 很快 先令诸葛云飞便带了差人过来 一行人来到袁家大宅 袁老板把县令引到卧房门口 往屋里一指 说道 那人就是在这间房里被害的 诸葛云飞进屋一看 只见床上一片狼藉 一具女尸躺在床上 胸前血肉模糊 看起来是被戾气刺死 死者的被褥上血迹斑板 扔在床脚的粉红段子小袄上 也有两处血痕 应该是凶手作案后 用小袄擦拭胸器上的鲜血石留下的 诸葛云飞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便吩咐五座验尸 又命人屋里屋外仔细检查 自己到了正厅 命人将袁老板带进来问话 小人名叫袁峰 在前门大街上开了一家红韵绸缎庄 一年关将至 生意红货 眼看店里屯的货不多了 小人就带着三个伙计回家取货 来到家门口 发现大门从里面反锁 扣门许久 不见那人前来开门 小人心下起疑 就从院墙上爬了进来 到了卧房门口 发现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来 见那人盖着被子卧在那里 床上衣衫 被褥凌乱不堪 我走到床前 呼听门外有动静 接着院子里传来奔跑之声 我赶紧抢到门前 只见一个男人正往大门外逃走 我担心那人的安危 不敢追赶 到床前揭开被子一看 就见那人满身鲜血倒在那里 我惊恐之下没了主意 忙招呼伙计们进来 之后钱贵就去报案了 我和另外两个伙计 一直在门口等着 直到大人驾临 那逃走之人你可认识 小人认得 他是寄住在南门外的孙秀才 名叫孙洪健 平日里看他思思问问 没想到 竟然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来 说着袁老板眼圈一红 眼泪落了下来 诸葛云飞立即命不投礼意 带人前去拘捕孙秀才 然后又传讯三个伙计 他们所说的与袁峰并无二致 这时五座已验尸完毕 回禀道 验得女师一句 年约二十七八 左兄有原形伤口一处 镜四分 身三寸二分 来追行利器所伤 致命 诸葛云飞又问可曾找到凶器 差人回道 里里外外都找遍了 并没有找到凶器 眼看天色已晚 诸葛云飞便命 差人将原宅严密把守 原封和三个伙计未经准许 不得随便外出 待明日继续搜查凶器 安排完毕 他正想带领众人回县衙 忽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 你可看清楚了 孙秀才身上并无血迹 诸葛云飞走到门口一看 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差人 正在问刘二柱话 刘二柱答道 那孙秀才穿的是一件月白色长袍 如果上面有血迹 定然醒悟 我不会看不到的 他身上可携有凶器 他当时衣衫不整 袍带都没戏 一只手抓着袍巾 一只手提着靴子 没见他携有凶器 那少年一眼看到诸葛云飞 盲一缩身子躲到了一边 回到县衙已是掌灯时分 诸葛云飞来到后堂 只见一个人站在书桌前 正是刚才在原家大宅里 向刘二柱问话的少年差人 少年见到诸葛云飞 忙站起身来 叫了声爹爹 诸葛云飞沉着脸说道 一个姑娘家 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偏偏喜欢扮成个假小子 到案发现场胡闹 成何体统 那穿着男装的女孩 冲着父亲做了个鬼脸 你这丫头 真拿你没办法 诸葛云飞摇了摇头 又问 蛮静 刚才从你和刘二柱的对话中看来 孙秀才逃逸时并没有把凶器带走 那么凶器应该还在园宅里 你既然想查案 明天就再去搜查一番 看能不能寻到些蛛丝马迹 遵命 第二天一早 诸葛蛮静仍做差人打扮 混在仲差役中来到原家宅邸 大家历历外外搜了个遍 仍然没有找到凶器 这时原封招呼众人进屋歇息 他满脸堆笑道 各位差业忙活半晌了 这天寒地冻的 进屋喝杯茶 暖暖身子吧 诸葛蛮静随着众人走进客厅 众人围炉而坐 原封命人端来茶点供大家吃喝 一个叫城虎的中年差役说道 原老板还是给我倒碗白开水吧 昨天喝你一壶咽茶 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今天可不敢再喝茶了 原封笑着拿来个大碗 从锅里咬了碗开水 递给城虎 城虎望着城开水的那口铁锅 忽然问道 原老板 今天怎么换成锅了 我记得你昨天 是用一把大铁壶来烧水的吧 原封一争 随即笑道 那把壶坏了 一时来不及买新壶 只好先用这口锅凑合一下 众人闲谈了一会儿 又接着搜查 诸葛蛮静也到处找寻着 胡听城虎疑了一声 诸葛蛮静寻声望去 只见城虎站在造屋门口 手中举着一把大铁壶 正将壶底冲着光亮处查看 诸葛蛮静走到他身边 好奇地问 陈叔叔在做什么 城虎把手里的铁壶 递给诸葛蛮静说 这把壶没有坏吗 老原怎么说坏了 诸葛蛮静接过铁壶 端详了一会儿 对城虎说道 陈叔叔 等会儿回县衙时 你找个人将这把壶带回去 交给我的丫鬟小台 不过别让原封发现 诸葛蛮静回到县衙时 天色已晚 父母正在等他吃饭 席间他向父亲秉明所获胜威 不由得颇为沮丧 诸葛云飞却神色自若 笑着说案件指日可破 原来孙秀才抓住了 但是他只承认强奸 不承认杀人 即便诸葛云飞用刑 他也不承认 诸葛蛮静沉吟道 其实 原封的嫌疑也不小 毕竟是他第一个发现妻子被杀 案发地点又是他家 很可能是他把凶器藏匿起来了 诸葛云飞摇头道 原封和三个伙计的供词十分吻合 应该不是说谎 再说他也没有作案的动机啊 有没有可能是那三个伙计说了谎 我已经调查过了 三个伙计说的都是实话 诸葛蛮静皱眉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凶器 那么凶器到底在哪里呢 第二天上午 诸葛蛮静带着郎中 来到关押孙秀才的牢房外 只见孙秀才卧在草铺上 身上的月白色长衫 已经被血迹染得污秽不堪 显然是受过重刑 伤势不轻 诸葛蛮静对他好一番劝解 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最后诸葛蛮静道 倘若袁洪是当真不是你杀的 你却知情不报 或者有所隐瞒 岂不正是为真凶开脱之举 也罢 你自己好好思量吧 想好了 明日过堂时如实回禀 献太爷自会为你做主 诸葛蛮静离开建牢 匆匆找到主部杨洪 请他调查孙秀才与洪氏的籍贯出身 杨主部早已将两人的来历调查清楚 虽命人将卷宗成了上来 诸葛蛮静一看 顿时稍稍放了点信 第二天一早 诸葛云飞升堂在身 命人将孙秀才带到堂前跪下 将经堂墓一拍 赫道 大胆孙洪健 你与那洪氏早有暧昧之情 却欺瞒本官 以至案情迟迟没有进展 如今本官已查访清楚 还不从时招来 孙秀才见见另一语道破天机 再不敢隐瞒 原来 那孙秀才与洪氏本氏同乡 洪氏辱名姓儿 他的父亲是位思熟先生 也是孙秀才的启蒙老师 两人自小相识 便有了私情 两人商量好等孙秀才中了举人 便托人前来说美 可惜孙秀才屡时不地 觉得没脸回去见姓儿 就在县城里租了间房子住下来 一边开馆授课 一边刻苦攻读 直望着有朝一日金榜提名 好回村迎娶姓儿 谁知一日他在街头与姓儿偶遇 才知道他酒后孙秀才不归 年纪渐长 无奈之下 嫁给红韵绸缎庄老板原封为妻 此番重逢 两人就情复然 开始偷偷往来 这一日 孙秀才正与姓儿躲在房里缠绵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 两人慌乱之下匆忙穿衣 衣服还没穿好 就听有人翻墙而入 孙秀才无处可避 忙提着靴子躲到门后 程原封进屋之时逃了出去 出大门时遇见几个伙计 幸好他们并没有横加阻拦 诸葛云飞听完他的叙述 问道 你和红氏保持这种关系多久了 原封知道吗 我们俩很小心 但我也不敢肯定原封知不知道 诸葛云飞点了点头 忽然画风一转 那天原封进屋时 身上有没有带凶器 我记得那天 他是空着手进门的 不过他的头上 却带着一个大斗笠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那天并没有下雪 他带斗笠做什么呢 诸葛云飞命刑房录了口供 将孙秀才收监 急命牙医传原封到堂 诸葛蛮警知道父亲又要用刑 不认观看 悄悄退了出去 事情果然不出诸葛蛮警所料 那原封在堂上受刑不过 昏过去两次 仍是不肯承认自己杀死妻子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凶器依然没有着落 这可愁坏了诸葛妇女 这天诸葛云飞来到书房 见女儿正捧着一个小册子思索 他知道这个册子 是女儿平时记录案情所用 诸葛云飞凑过去戏桥 只见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 铁壶凶器 诸葛蛮警道 这两者之间一定有关联 只是我现在还想不出关联在哪儿 正说着 丫鬟小台捧着一壶茶走进来 诸葛蛮警见他衣服上有些水痕 就问道 外面下雪了吗 你身上怎么有水迹 太阳大着呢 诸葛蛮警走出门 抬头一看 只见屋檐边一排冰柱 都有两三尺长 上端有手臂粗细 下端尖利如箭 正啪哒啪哒地滴下水来 诸葛蛮警突然欢呼道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爹爹 马上提审袁峰 然后他如此这般的向父亲交代了一番 堂上 诸葛云飞一拍荆堂幕 问道 袁峰 袁洪氏和孙秀才通奸之事 想必你早有觉察吧 袁峰怒道 大人何出此言 我家娘子一向恪守妇道 是那孙秀才强行侮辱于他 娘子抵死不从 才被贼人所害 倘若如你所言 孙秀才又怎么会知道 你夫人的闺名 我们已经取得你月仗的口供 正是孙秀才却曾在他私塾里读过书 女袁洪氏青梅竹马 诸葛云飞顿了一顿 又说道 孙秀才和你 一个是肩夫 一个是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 东窗事发之后 谁杀死淫妇的可能性更大呢 袁峰哼了一声 这些都是凭空猜测 并没有真凭实据 我杀了人 我的凶器呢 诸葛满井突然插话道 凶器自然是有的 只不过消失了而已 笑话 凶器怎么会消失 诸葛满井微微一笑 袁老板 审了这么半天 你听你的声音都嘶哑了 来人 给袁老板上杯茶 润润嗓子 小台端上来一杯茶 递给袁峰 袁峰犹豫了一下 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小台又给他倒了一杯 诸葛满井看着他连饮了三杯 脸上露出一抹一样的笑容 他说 袁老板 上次我去你家 看到你家的那把铁壶 并没有破碎 觉得扔在那里挺可惜的 就把他带回来了 你刚才喝的茶 就是用那把铁壶烧的 袁峰听了 脸上一阵红 一阵白 忽然张开嘴 呱的一声吐了一地 诸葛满井笑吟吟地转过头 对大火道 袁峰其实早就发现了 妻子与孙秀才的奸情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 终于机会来了 这天 袁峰得知孙秀才来他家 与妻子私会 就带着几个伙计假意回家取货 他故意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 这才翻墙而入 为的是让孙秀才有时间躲藏 他进门时之所以带着斗笠 是怕孙秀才偷袭 等到孙秀才跑了出去 他从门外折下一根冰柱拿进屋 用他杀死了妻子 然后随手拿起一旁的小傲视镜血迹 把冰柱放进正烧着开水的铁壶中 如此一来 他既杀死了背叛自己的妻子 又将杀人的罪名嫁祸于奸夫 岂不是一举两得 诸葛满井忽然转向袁峰说道 这把铁壶我已经刷洗得干干净净 应该没有血腥味了 你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反应 就是因为你听说这茶水 是用你家丢弃的铁壶烧的 倘若你未曾在铁壶中融化凶器 你为什么会呕吐呢 眼看事情已经败露 原封颓然地瘫坐在地上 福州府官柴景州最近心神不宁 不畏公事 乃是私事一桩 夫人敏事十月怀胎 竟又生下一胎死鹰 柴景州无奈地捏着汗下一撮胡须 摇了摇头 叫来侍从柴三 命他把死鹰埋进松林里 诸事不顺 在这结固眼上 福州坊间又发生了一件荒唐事 一日大清早 福州的街巷 不知从哪儿涌出许多流浪狗 吸引了百姓的眼球 那些狗儿 竟然模人样地穿着狗衣 城中杀猪的猪屠夫 好像与狗有仇似的 愤儿猪杀 不料 半路上冒出几个杂役 抡起棍子 把杀狗的猪屠夫 打得只剩半条命了 这不 衙门刚打开 猪屠夫的女人 白氏就击鼓喊冤 要替猪屠夫讨个说法 好奇的百姓们 便把步子移向衙门去看新仙 柴景周一敲荆堂幕 原本嘈杂的人安静下来 只见白氏贵福在地 声味俱下 大人 民女有冤啊 柴景周说 你有何冤 白氏这才镇定道 大人 我要告林之梦 林园外非理民女 据白氏讲 因她长得有些姿色 经常受雇于林园外家 替林家做些针线活 可林园外却不还好意 总盯着她看 一次 林园外约白氏到成东的一家旅店 说有件手工活要交给白氏来做 白氏本不想去 可想到丰厚的报酬 只好瞒着朱屠夫 到了成东那家旅馆 去后 她才发现果然有手工活要做 但竟是材质狗衣 白氏看着花花绿绿的绣馆 不懂林园外为什么要做狗衣 就问起原因 这时候 林园外的手就不老实了 边站白氏便宜边告诉她 林家小儿最近撞邪了 全身软绵绵的 她听信了一个姚姓郎中的话 弄了这么些袖子 让狗穿了 游戒手足 戒以牙鞋 这天 朱屠夫在路上 遇到林园外搜罗来的 穿着狗衣的流浪狗 顿时火冒三丈 便提刀屠狗 好不容易找来的流浪狗 竟然被朱屠夫杀了 林家的杂役可担当不起 虽拿起棍子制止朱屠夫 没想到用力过猛 差点出了命案 这一案件 涉及了一干人等接领了罪 倒是案件中挑拨离间的姚郎中 柴景州专门提审过她 原来 姚郎中长着一张 坑坑哇哇的丑脸 一日 她路过抱着小孩的林夫人身边时 却被恶语相向 丑八怪 别靠近我 惊了我的小儿 姚郎中记下了林夫人 那歹毒的目光 心中耿耿于怀 便寻了个机会 偷偷给林家小儿做了手脚 害得林家小儿手足绵软 姚郎中撂到林园外 必会找她医治她小儿之症 姚郎中有怨恨 便给林园外设了这个局 要她让全福州城的流浪狗 都穿上林家的狗衣 林家小儿手足之症方能治好 她要以此报复林夫人的恶毒对待 此乃前有阴 后有果 这年 春末的一天 柴府大门口来了个人 声称要见柴大人 柴三去请示了柴景州 柴景州闻听门外之人 竟是姚郎中 便吩咐柴三将他带至客厅 姚郎中苦笑道 请恕小民不请自来 听闻柴大人膝下无子 在下有个想法 姚郎中道 昔日见柴大人耳后 更有条七彩文献 料想大人家中或许养有异物 今日巡视大厅 却未见异状 或许是小民断错了 这就告辞了 不料柴景州却劝道 郎中留步 请随我来 柴夫人敏氏自从连续生下死胎后 早已失去女人艳丽的容颜 脸上似蒙着一层雾霾 把身心都寄放在女工真秀上 介意忘掉痛楚 而柴景州突然联想到的异物 是一只鱼缸 那只鱼缸是敏氏的陪嫁物 缸里有两只五彩斑斓的鱼 大眼抛 蒲扇尾 煞是漂亮 因是娘家之物 敏氏异常珍惜 每日必去取十二位之 每次喂食时 那两尾鱼便会把头伸出水外 吐出一个个五彩的泡沫珠子 敏氏觉得好玩 就用手指去敲破那泡沫珠 摇郎中如是重负 指着鱼缸道 大人五子四 与之息息相关啊 什么 好几个人都大吃一惊 那敏氏睁着一双红颜 怨恨地看着摇郎中 似乎把这一切的积怨 都算在摇郎中身上 摇郎中叹了一口气 道 不知大人听过烟熏鱼没 柴景州从未听说过 摇郎中这才介绍起 这种诡异的烟熏鱼来 新年 他还在学艺时 路过伟州 曾听闻烟熏鱼的美貌 便打听到一家烟熏鱼馆 店里果然囤着好多鱼 都是五彩斑斓 美丽异常 养烟熏鱼是有窍门的 幼年的鱼 通体洁白 并无色彩 渔方主便用一种药材磨成的碎屑 碾成一根根烟线 在放置鱼缸的房间点燃烟线 整个屋子便充斥着浓雾一样的弥香 而烟熏鱼却嗜好这种烟气 弥香的量吞损的越多 烟熏鱼的外观越发五彩夺目 渔方主会接待一些特别的买鱼者 这些人拿烟熏鱼当复仇工具 向渔方主预定几条幼鱼开始培育 让烟熏鱼瞬息的烟雾 除了药材的弥香外 还掺杂了其他的药材碎屑在内 让烟熏鱼除了具有美艳的外表 还可替人达成某种目的 摇郎中指着那两只烟熏鱼 道 这两只便是被用于摧毁胎气的药材未养过的 所以夫人每次与他接触 无形中被那药气所结 夫人的耳后根 必也布满了要毒所染上的七彩纹理 久而久之 胎而不保 而大人与夫人亲密接触 所以大人的耳后根 也有条七彩纹理 恰巧被老朽看见 柴景周听后 怒发冲冠 谈问其敏氏烟熏鱼的来历 一行热泪从敏氏眼眶流下 他跪下道 大人 民负之罪 柴景周挥秀而去 他一息记得 上任医师 他曾扳倒过一个姓敏的大贪官 并按朝廷律法 处斩了贪官 贪官当时恨柴景周不识实物 诅咒柴景周断子绝孙 他记得贪官是朝安人 而在三年后 柴景周在朝安路过 偶遇敏氏 那时敏氏纯正无瑕 知书达理 没想到他却是贪官的义女 自小受贪官的恩惠 他开始扬起古怪的烟熏鱼 经常在旧工坊 燃烧那稀奇古怪的迷香 原来他折损自身 以命再赌 虽然不能替义父报仇 却可让柴景周失去子嗣 染上伤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